在真正的历史上 关羽到底是真厉害 还是被吹出来呢 在我的背后 就是百姓口中最真的关羽藏头地 洛阳关庄村 这个门呢 这不是他的木门 这是原来烧砖石的一个窑洞 因为关邻人太多 我就不去那里讲了 在这边比较肃景 接下来我们聊聊正史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 关羽的不同之处 首先三国演义描写刘关章三兄弟战旅部 这点是绝对不存在的 因为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 根本就不包括刘备团队 所以关羽温九斩化雄也就不存在 斩化雄的是孙坚 那么千里走单纪过五关斩六将 这个事件呢 发生在了关渡之战之时 此时袁绍和曹操的兵营 根本就没有千里之遥 再者三国演义中说 关羽斩炎梁朱温愁 这个炎梁确实是关羽杀的 但文丑到底是咋死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记载 单刀附会的主角是鲁素 这个单刀呢 是身上的佩刀 不是关羽手中主的 青龙眼月刀 因为关羽的武器 根本就不是刀 这个青龙眼月刀 它是宋朝才有的 通过三国志中 斩炎梁时用的一个字 叫做刺 说明关羽的武器应该是矛 或者长枪 这类的武器 水淹欺君 这个是真实的 不过大家对于曹操 首先派出去的主将 肯定想不到 因为他不是曹张 而是曹植 曹植当时喝的鸣钉大醉 不能胜任 这才有了于晋前去救援 才有了后来的水淹欺君 当然也是自此 曹操就对曹植不再看重 所以曹植也是自此 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一生 我们从曹植写的 《千都复序》中就能看出来 于出风平原 转出林姿 忠命卷成 遂习雍秋 改艺训仪 而末将始于东阿 可以看出来 他这一生 非常的颠沛 不过曹植这颠沛的一生 也是他文人的傲骨 再加上酒后的放纵 自己给自己作的 刮骨疗伤也是真的 但一生不是华佗 因为华佗已经去世好几年 败走卖城也是真的 英雄陌路 令人悲泣 在真正的历史上 关羽确实也非常厉害 因为他在斩杀完炎梁之后 就把曹操的赏赐 全部给封存起来 去投奔了刘备 这点能看出来 关羽的忠义所在 再者 他的武力也非常爆表 因为三国志的作者 陈寿写道 陈寿说关羽张飞万人敌也 这就能看出来 关羽确实很能打 关羽他丢掉荆州这件事 主要还是因为战力吃紧 因为他们在攻打益州 并且是关羽独自守在荆州 再加上弥方的反叛 所以荆州就丢失了 而关羽关平死于非命 在三国演义中 关羽是关羽的义子 但在真正的历史上 关羽他本就是关羽的孩子 有人说关羽情商低 没有处理好与孙权的联姻关系 关羽是刘备账下的人 他怎么会和孙权联姻 要不然刘备往哪放呢 关羽身上稍有的持交自大 这点不影响关羽非常的强 但要论到神话 关羽经历过三次 第一次是北宋末年 第二次是万历皇帝 加封关羽 携天护国 中义大帝 第三次才是对现代人影响最大的 也就是来自于清朝 因为关羽身上所能体现出来的是中义效勇 而与此能体现这些点的 还有一位人叫做岳飞 但岳飞他是抗金英雄 金女真满清 他们是一个知 你说清朝人 他会让一个打过自己的老祖宗的人神话吗 这显然不可能 所以他们就开始神话关羽 相比于关羽的几十次加封 岳飞的一次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这就变相的来说 就是在打压岳飞 推崇关羽 那么你如果建关帝庙 你是可以建阅的 可以用龙 可以用凤 可以用黄色琉璃 爱咋用咋用 根本就没人管 因为有清一朝 他就是在推关羽 你自己花钱建庙 会把这种重奉变得更加强烈 这也是清朝廷 他所要看的 所以关羽经过了这么三次的神话 渐渐的就变为了我们熟悉的 关尔爷 武财神 秦兰菩萨 等等等等 最后总结一句话 关羽在真正的历史上很强 但人无完人